位於南加州 這是格蘭戴爾市的福樂紀念公園博物館 最近展出了光與物質 馬修柏蘭特藝術展 這個展覽包含了融融金屬的大型畫像 還有變形的照片 以及可以用於使用材料印刷的圖像等等 一百多件相當特別的作品 來看我們的記者發回報導 光與物質馬修柏蘭特藝術展 是一個回顧展 展出了一百多張照片和多媒體藝術品 其中一些是以前從未展出過的 柏蘭特的藝術作品 在視覺和概念上都具有創新性 他經常利用早期的攝影過程和技術 和一些可以追溯到19世紀的藝術品製作方式 這一次我們請到Mafio大師 他的一些新的對於相片 以及影像的一些特別的新的概念 以及新的藝術品的展覽 不同的創作不同的攝影 他很經常留意他身邊的不同的物品 然後他希望把這物品都有很多種特別的方法把它記錄下來 所以這些都是他創作的靈感 弗勒紀念公園博物館於1952年首次開放 該館永久性地收藏了19世紀和20世紀 一系列歐美藝術家的照片、繪畫 以及青銅和大理石雕像 馬修伯蘭特光與物質藝術展 從今日起至9月4日 在弗勒紀念公園格蘭戴爾園區博物館展出 有興趣的民眾歡迎前往觀賞 中天中望采訪報道 有興趣的職員 請多給予說 誰不說 也許